习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姜伟姐 非常感谢这么多年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关心 希望大家能多关注围甲连赛 多关注天员维基频道 大家好 我是明玉婷 感谢习民朋友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今年我会更加地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请大家关注围甲连赛 关注天员维基频道 我是赵汉成 关注围甲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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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陈族汉 关注围甲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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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喜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赛事精选栏目 我是王湘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要为您介绍的是 2011金利手机杯中国围棲甲连赛第六轮的精彩对局 是由中国移动上海队的长号九段 对阵重庆冷酸林队的献鹤棋段 好的 还是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棋局的进场 好的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盘棋 本局呢 是谢鹤的黑棋 长号的白棋 黑棋新味 白棋也是新味 新小木 实际上呢 白棋的这个远一路的下反呢 是有一定的预谋的 因为现在的高手队局当中 中国流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作为白棋呢 也是在想尽各种的办法来应对 如果说这个白棋放在新味或者小木灯 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下反了 那之后的白棋可能在这一带选择挂甲或者拆边 那如果说对于黑棋来说呢 可能这样的布局套路作为黑棋来说就会更加的熟悉一些 所以实际呢 白棋选择了一个高木的下反 也是想这样的尽可能的打乱一下黑棋的意图 当然如果这时候黑棋再选择中国流的话呢 白棋在下边手脚的方式就会多了很多 比如说最冷静的这是一个无油脚的手法 当然了白棋可以把这个子离远一路 放到这儿 这样呢 以后补起来是可以选择跳一个 这个形状对于白棋来说效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实战呢 当白棋走这个的时候 黑棋就没有继续选择中国流的下反 而是在左下角挂了进来 挂脚 白棋飞 黑棋贴一下 跟白棋立下交换 这个时候呢 黑棋再从中间跳一个 也是一种定式的下反 白棋得靠 白棋得并个 然后呢 再拐 因为如果白棋不走的话呢 黑棋是存在这样靠下去的可能性 如果白棋冲 然后呢 黑棋断 然后这个地方挡下来就成为了先手 所以白棋得把这个并掉 然后呢 还可以拐一个 让黑棋跳交换 这个定式呢 下到这里 白棋是可以选择脱线的 那以后从这一带跳出来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实战呢 黑棋没有选择跳出来 而是在边上比较冷静的拆了一个边 那个这个拆边呢 这个拆边呢 可能更多的就是为了在顾全黑棋右边整个的一个发展 不过就木树而言的话 由于白棋二路上呢 已经有了一个力 所以相对来说黑棋继续选择低位的拆边的话 对于下边的木树肯定是没有多的 能起到多大的意义 实战呢 白的选择高挂 是因为下边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有了一个子 所以白棋想尽快的把子力呢 往中间 那么把黑棋这个右边的整个势力给打散 实战黑棋飞 也是定式的下法 如果白棋这个时候挡住的话呢 黑棋就跟着贴 白棋长 黑棋还可以再贴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加过来 那么由于有了下边这个黑棋左边三个子的借印呢 所以白棋这四个子也许会遭到黑棋的进攻 这个贴呢 还是应该走的 如果单纯的选择从这边加过来 被白棋从这个形状上拐下来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黑棋的这三个子 筋是非常的紧 如果再跳的话 这以后从这一带拖一个 诸如此类的下法呢 就给白棋很多借用了 所以实战呢 白棋选择了一个比较清零的下法 插边 这样如果黑棋走过来的话 白棋再挡就可以形成既挡住又能够拆到边的这样一种局面了 接着呢 黑棋贴过来定时的下法 白棋再一挂 基本上呢 这简单的几招棋呢 是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定式 然后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种两分局面去下 所以以后呢 如果想要在这个局部尽快的把黑棋打散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采用白棋 白棋这样的一个下法的 接着呢 白棋从这儿尖出来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过 黑棋如果不拆的话 本身而言往这个位置跳一个就是具有一手棋的价值 所以如果白棋这个时候不尖 那么黑棋 而且这个边上呢 又有了一个子 假设黑棋再要在这个左下角动手的话呢 黑棋也可 也许呢 就会选择更加严厉一点的下法 就是飞过来 这样 强步白棋只能跟着走 然后黑棋顺势的长 那么有了这几下交换以后 黑棋再从这一带把一个或者直接打入 下边的这个势力就逐渐的成一个立体的状态发展起来了 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不是看到高手这样的去下的话 我们未必能够体会到这手棋的意义和 也未必能够感受到这手棋的价值 但是当高手下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分析就能够很好的感受到了 接着呢 白棋由于有了这个尖呢 相对来说也是对于黑棋下边的这个发展 有了一定的限制 轮到黑棋下 左边也是成为此时的一个焦点 那么白的尖完了之后 黑棋挂进来 这个时候呢 黑棋选择点角或者双飞燕 再或者高加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选择 但实战呢 黑棋选择了一个跳起来 这个跳呢 就是说 如果在这边没有白紫的情况下 这个飞压过来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定式下法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白棋在左下角呢 已经有了两个子 所以说对于白棋之后的下反呢 就会有所改变 白棋呢 先在脚上尖顶 这也是考验黑棋 如果黑棋选择妥协的话 是在这挡住 那么白的就掰一下 再拆过来 这样呢 这个形状对白棋本身来说 效率还是比较可观的 那黑棋在这个位置选择了一个后市的下法 但是又由于被白棋这个小间所限制 那么如果这么看起来 黑棋似乎是不大情愿下成这样的一个定式 所以实战呢 白棋尖顶的时候 黑棋就选择了立下来 那么白棋交换了一下以后 继续的爬 这个时候呢 次序一定要注意 如果白棋往这贴 往这冲的话 以为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再还原 但是呢 这个时候就给了黑棋另外的一种选择 就是贴下来 这个贴的话呢 如果白棋搬在底下 黑棋就可以再搬 这就等于这个时候 白棋这个 煎一个跟黑棋挤进来 进行了一个交换 那以后黑的从这个地方虎一个是先手 使得自己的这个形状呢 就会巩固的非常的好 那如果白棋选择要搬上面的话呢 黑棋就把二路的搬给走过来 所以这样的话 白棋一不小心就被黑的从这个二线上连回 并且自己在外围走的这几手棋呢 也没有太多实际性的意义 这个次序是要小心的 实战呢 白棋爬 使得这个棋呢 黑棋没有太多的选择 长 然后再拐 黑的搬住 白棋再爬 这个时候通常来说 我们了解到的定式下法呢 白棋的下一手都是在这个跳的位置走齐 但是现在的局面就有所不同了 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尖 还有一个小飞 如果说白棋再按照正常的下法 按部就搬的跳一个 这对于黑棋来说是毫无疑问 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黑棋在这边补了断以后 从这个局部以后还可以压一下 就简单的把这个形状看成这样的话 白棋这个结构效率是非常低的 从这个视觉效果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子看上去肯定不如放在这儿好 那么相对于说这个子还有多余的嫌疑 所以这么判断下来呢 白棋是不能选择跳的 当然了这是对于白棋实战来说 从这个家开始呢 下面的招法呢 就是白棋早就准备好了的 实战白棋爬一个 这个爬跟刚才的条就不一样了 如果黑棋脱先的话呢 被白棋从这个方向搬上来 首先木树上来说比刚才好了很多 同时呢黑棋的气就变得非常紧 那如果黑棋就长 这个时候呢白棋也不是选择爬过的 如果爬过的话 其实跟刚才的图意义呢 应该说是就大同小异了 因为这样的话呢 黑棋可以顶一个 然后从这儿搬过来 这等于白棋在二路走了 在三线上走了一排的子 然后空呢只围在二线上面 被黑棋这样连串的压过来 黑棋可以说是其后无比 这样的一个下法 在开局当中是万万不可取的 所以白棋的意图呢 只是在这个地方爬一下 跟黑棋长交换 然后呢再喉 这样呢我们也可能可以理解出来 白棋当初为什么要坚定一下 就是使得黑棋这个字呢 变得重了一些 如果黑棋接住 白棋就拐 索性都把这个打吃掉 黑棋长的时候呢 白棋可以根据具体的气来分析 究竟是要贴还是虎 我们先看最简单的 虎一个 如果黑棋拐 白棋还可以把子力放到这儿挡住 在这样一个杀器当中呢 是黑棋不行的 具体的是黑棋如果一般 有一定水平的棋友 其实应该已经能够看得出来 这样的形状 白棋就简单的监住 黑棋器不够 所以说呢 黑棋也不能接 这就是白棋 爬了一下 沿了几棋之后的 一个连贯性的手段 不过呢 即使这样呢 黑棋也不是就能下了 黑棋由于有力的这个子呢 使得脚上呢 能够有一些余味 所以现在黑棋也是抓住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点一个 这个点如果白棋挡住的话 黑棋是可以直接从这个位置挤过来的 所以呢 白棋得挡住 然后黑的再虎一下 考验白棋怎么下 白棋如果冲的话呢 黑棋这几下就全当是白便宜了 因为如果直接虎 白棋冲 黑棋再点的时候 白棋肯定是要选择挡在这的 因为黑棋这一拐呢 白棋可以团到这 局部呢 黑棋没法做活 所以有些时候在这种局部细节当中 每一手棋的次序都是非常的关键的 白棋挡 然后黑棋虎的时候呢 作为白棋来说 从心理上就不太愿意从这走过来了 因为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脚上呢 被黑棋摆便宜了一下 白棋追求更高的效率从这冲 黑棋这个时候呢 又在上面进行了一个交换 点进来 这是因为如果白棋此时冲一个的话呢 黑棋就可以伺机的从这接出了 那实在呢 白棋把这个子接住 黑棋也没有继续的在脚上爬活 就这个局部而言 黑棋这一排是有很大的木树价值的 但也许呢 现在黑棋担心的是 白棋从这个头分出来 这一飞的话呢 迫使黑棋这块棋 就马上需要出逃 那么这个价值就 显得会非常的大了 所以呢 黑棋就全当是这个点一下交换便宜 然后跟白棋拐住交换 不过究竟这个棋真的是便宜与否 还挺难说的 从理论上来说的话 黑棋更像是以为这个虎猪是先手 让白棋不无论是拐一个还是从这断 那么黑棋当初的想法都是这样的一个交换呢 肯定是便宜了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黑棋忽略了白棋 可以拖先在这拐住 因为呢 本身而言如果说黑棋不进行这个交换 直接虎的话呢 白棋是需要补的 但是白棋补过来呢 黑棋这个点就点不到了 但是即使点不到 黑棋在这个脚上是可以存在大飞之类的手段 所以从这么一点来判断的话 有可能是黑棋的一个小失误 不管怎么说呢 被白棋拐到这儿 从心情上还有从木属的角度上来说 应该都是白棋可以满意的一个局面 而且由于现在的黑棋呢 都是要面临亲目半 这样一个大天目的负担 所以很多棋手 其实在选择黑白的时候 都更愿意的去拿白棋 因为白棋呢 其实是可以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 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呢 犯一点点错误 还是可以在后来的棋局当中挽回的 但是作为黑棋来说 压力就大了很多 为什么说棋手都愿意选择白棋 这一点其实是有数据的统计的 在这个维甲联赛当中呢 是由这个主场呢 可以选择黑白棋 多数情况下呢 根据这个每个队的教练反映下来 多数情况下 当可以选择的时候 更多的棋手都是愿意选择白的 所以这也是从另一方面反映 现在中国流为什么这么流行的原因 也是因为在某一个时间段呢 大家根本就不知道黑棋 哪只黑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布局去开局 基本上呢 这么在这些年 由于信息的这个发达 所以很多棋呢 只要下出来以后 在网上公布呢 都可以从这个通过互联网能够找到 所以更有利于对方呢 去研究这个布局的下法 所以如果拿黑棋的话 一旦有什么套路的话 马上就会被研究出来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个中国流呢 就是要更加的高深一些 因为它不一定就是要构成某样 某一种形式 它的精髓呢 就是说是既可以选择攻 也可以选择手 所以这对于很多棋手的 这个棋风来说呢 是更加的适用于中国流的下法了 好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说的话题 实际上呢 白棋是把这个拐住了 从这个局部上来说 黑棋实暂时没有什么棋 但是呢 会存在着一些余味 白棋为什么可以拖线 因为这个接住的话呢 白棋可以断 这拐依然是收器 可以把白棋给 可以把黑棋给收死 所以白棋呢 不担心 所以从这个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的话 黑棋似乎在这个局部上 是吃亏了 也可以说 大概是中了白棋的一个计谋 但是呢 我们再往前了推 当白棋加的时候 其实这个下法是黑棋先选择的 所以如果白棋一间低加的时候 黑棋选择点角或者 在上边双飞燕 或者一间反加的话 应该是更为正常的一个局面了 不过呢 现在棋局还上早 要说胜负的话呢 也不可能这么早就会有定夺 接着呢 黑棋打入 这个打入也是想要在 左边呢 充分利用自己的这块后室 既然从实地上面 已经有所损失了 那么一定要从别的地方呢 挽回来 是让黑棋打入 白棋尖冲 这个尖冲呢 应该说是对于下边的一个倾销点来说 显而易见的一个好点 接着黑棋贴 白棋跳一个 黑棋呢 为了让白棋的棋型变得更重一些 所以就把这个长掉了 这对于白棋来说没有不满的理由 因为呢 如果这个形状 白棋单长的话 黑棋未必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贴 跟白棋长作为交换 因为毕竟呢 现在是往中府走棋 黑棋在这个方向 多走一个子 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对于白棋来说 中府多了这么一个子的话 肯定是要效果更好一点 那么白棋呢 也是就通过这一跳呢 迫使黑棋长自己在接住 实际上就等于 白棋直接长 让黑棋贴了一下 然后呢 黑棋实际是选择了 从右边打入 本身而言 这个飞过是很大的一手棋 因为如果黑棋不走的话呢 被白棋挡下来 这个局部还是 对于黑棋来说 还漏着一个风 所以说呢 如果当初的这块棋 早先的时候 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块后势 但是如果说白棋外围子力 多了的话呢 就以后从这个方向点 黑棋接住 从局部的意义上来说 黑棋并不是一块活进的棋 所以呢 也存在着这样一个被攻击的危险 但是现在呢 实战黑棋是选择了 更加主动的下法 在右边打入 也是因为呢 有这个子可以作为接应 黑棋的这个打入白棋 通常情况是要压过来 然后呢 我们都知道 当白棋压的时候 黑棋就要考虑 这个蒸子的问题了 如果蒸子不利的话呢 通常情况下 这个形状被白棋 从这打过来 黑棋如果说蒸不死 白棋这个子的话 就多半不会采取 这个袜的下法 但是现在呢 如果黑棋不袜 只是单纯的长一个 这样简简单单的一长 跟白棋接住交换 然后黑棋爬 白棋可以把这个顶住 这样感觉上呢 还被白棋从脚上点了过来 黑棋只是从这个打入当中呢 捞了个七八木棋的价值 这并不是黑棋的初衷 所以呢 实际上黑棋依然是选择了挖进来 首先白棋不能打 打的话被黑棋接 如果这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图的话 就能够跟刚才白棋能接到这儿 然后先手点一下就比较了 这样的话白棋中间 白多了一个断点 然后点进来的话呢 外围也是比刚才来说 要薄很多 所以现在白棋 而且还是在自己 争自有力的这样一个前提下 那么肯定是要从下面打 看一下黑棋会怎么办呢 直战黑棋一场 白棋吃 黑棋呢 继续的吃上来 提掉 这一吃呢 是关键 如果说黑棋 现在呢 争自不利 然后呢 又选择这样退的下法 首先 这以后这个字 肯定是达不到了 而且呢 现在黑棋这两个子 气是非常紧的 白棋这个子呢 暂且可以不跑 但是这始终是存在着一个隐患 接着呢 白棋再在右上角点脚 黑棋连挡都不敢挡 可能只能直接的拆二 然后被白棋爬过来 这样黑棋打入的 这整个来说 它的意义就不能够突出了 所以这个打吃呢 是一定要下上去的 作为白棋 而说这个时候呢 也不能忍让 如果说接住的话呢 黑棋就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这退一个 而是要从这接出来 连跟的把这个字也接回来 这样白棋这个 如果要跑的话呢 黑棋就跟着走 由于白棋 被黑棋从这个地方打了接上呢 我们会发现原先 白棋提掉一个子是非常厚实 可以当作一块厚实去用的 这几个子呢 由于这样一个交换式的白棋 现在呢 忽然一下就变成了一个 几个棍子结在一块 然后呢 只有这个地方有一个后手眼 一个铁眼 但是呢 这不足以说明问题 如果白棋这么跑出来 一旦上面被黑棋这么一跳的话 白棋这几个子 立马就变成了姑棋 那如果白棋 如果这个子不跑 然后选择点脚的话 这个时候黑棋是很有心情 从这挡下来的 毕竟这个图呢 就是差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打吃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 高手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白棋爬的话 黑棋就退 白棋就搬沾 黑棋都跟着走 只要是强调把白棋给切断 那么黑棋的打入呢 应该说就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所以呢 这个棋应该说是 非常契合的一种下法 黑棋打上来 白棋反敲 这敲上来呢 应该说就是形成了一个 打劫的局面 黑的提 白棋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拖一个的结材 如果说这个时候 黑棋把这个结印住的话呢 白棋一提 黑棋似乎没有太合适的结材 可以找 如果要把这个结住的话呢 白棋就断上去 虽然说这个地方多了一枚结材 但是呢 马上被白棋一敲 白棋也是多了一枚 这个抽呢 可以算是黑棋的一枚结材 但是在右上角呢 白棋会有很多的结 这一段 这一段 再吃 一下子就有两枚本身结材了 所以呢 在找结的时候 可能白棋拖一个会比直接点脚呢 会更好一点 那么实战呢 当白棋拖的时候 黑棋就选择了把这个结给接住 不好意思 在很早的时候 黑棋在打入的时候 黑棋确实是非一个跟白棋跳交换 这个地方呢 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 白棋的这个跳呢 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从这个局部上来说 白棋是想从这个位置跳一个 这样呢 更好的强调从这挡下去的意义 但是呢 黑棋现在肯定也不会那么乖的 就跟着走 黑棋是要从这跟着往外跳的 那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 这以后还是有分头 分段点 如果白棋再需要花一手棋走 那这样的话 看起来白棋的效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而且黑棋完全可以再下成 实战后来的打入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下成后来的 那个形状的话呢 白棋这个实战的紫 放在这个位置呢 就会显得比较有先见之明了 这样再来看一下 其接住 白棋长 这样呢 是黑棋在右边毫无疑问 形成了一个非常厚的厚势 所以如果当初这个子放到这儿的话 现在轮到黑棋下 黑棋估计闭着眼睛就会往这走一个 这样白棋两边没法连接了 所以黑棋实战放在 白棋放到这儿 现在呢 这个结打完之后 轮到了黑棋下 从这个左边到右边 这两个转换看下来呢 黑棋都是以付出了实地的代价 换来一道后市 那么现在的局面就是 黑棋两道后市两两相望 如果说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给这两道后市去发挥的话呢 那么黑棋从实地上的角度来说 就是很难追到白棋的这个程度 现在看上去呢 能够给黑棋有一个明确进攻的地方呢 就是这几个子了 这几个子 这个子呢 可以看作是死棋 那么总体来说 还是白棋这 围绕着这四个子呢 黑棋要如何进攻的问题 实际上呢 黑棋从这点一个 这一点呢 是一般来说在进攻的时候 对于对方拆出来两个 这么宽的一个形状呢 黑棋从这点 期望呢 对方挡住 然后再一点 如果说能够下成这样的话呢 白棋刚才看上去 还挺清零的一个形状 瞬间就被黑棋点成了 这样一个几个棍子 粘在一块 那么这个效率可想而知 所以呢 对于这个形状来说呢 当黑棋一点的时候 白棋肯定是不能挡的 那么白棋走哪呢 接下来的这个进攻 黑棋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能不能够获利呢 这也成为了此时这个局面下一个最关键的地方了 那么好 还是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棋职的进场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 黑棋点过来要对白棋进行攻击 那么我们之前也说了 白棋是不能挡的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随了黑棋的心愿 被黑棋点过来 所以既然这么看的话呢 白的在这个小尖的位置呢 就是一个棋型的要点了 因为呢 现在黑棋不会冲 冲的话呢 白的就挡住 黑棋如果断一个 首先从这个局部来说呢 白棋一间 黑棋是围不上空的 所以这么看的话 这个子断上去的意义并不是特别的大 而且黑棋要强调的是整个的对白棋进行攻击 所以呢 震上来 不过呢 这么看上去 其实由于现在呢 白棋从这一带还有各种各样的借用 白棋整体的这个棋型 应该说还是具有比较大的一个弹性 黑棋想要对白棋有比较严厉的攻击的话呢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本局呢 是维甲联赛的第六轮了 作为上海队来说呢 应该在以往的这个赛事当中 一直都是担任龙头老大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从今年开赛以来呢 上海队整体的发挥都不是特别的出色 下到第五轮呢 以往的龙头老大队竟然是排名到最后一名去垫底了 那么重庆冷酸林队呢 其实在以前呢 一直跟上海队是一个平非秋色的一个队 一直都是在争贯的这样一种角色 今年呢 发挥的也还算是比较出色 依然是在第六轮的排分当中呢 排名是第二位 就这两位棋手本身来说呢 长浩的前五轮 发挥的也是 不是特别的好 战绩平平 下到第六轮呢 长浩的战绩是二胜三负 相对来说 谢赫就要好很多 谢赫是 有一段 四连胜 然后是输了一盘棋 总体来看呢 四胜一负的战绩也不错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棋 实战呢 白棋坚定 也是考验黑棋该怎么办 黑棋呢 是选择了搬过来 白棋挖 白棋依然是不依不饶 这个时候 如果黑棋要虎一个的话呢 被白棋断上来 还是先手 因为这个打的话 黑棋肯定是不能够接受的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 轮到白棋下 等于白棋在这个地方 先手断出来了四目棋 那也就是说是一个铁眼 这对于黑棋来说 应该是在进攻的道路上 肯定是失败的一种选择 那么闭着眼睛呢 先把这个接回来 但是呢 确实如此 白棋依然可以有这个打吃的选择 黑棋一退 白棋再提掉 这样呢 尽管以后白棋从这个地方 飞一个是一个后手眼 但是呢 白棋是已经是 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提了一个子之后呢 一方面使得黑棋的周围变得薄了很多 因为这块棋呢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也被白棋给分断了 再加上之前我们说到过 这个局部黑棋是漏风的 如果被白棋从这个方向走过来 黑棋自己本身的话 还是存在着要不活的这样一个悬点 所以呢 如果实战黑棋是 黑棋确实实战是这么选择 但是呢 这个下法对于黑棋来说是多少有一点无奈 那么谢赫这位棋手 大家对他都有很多的评价 也正因为他前不久呢 进入到了纯蓝杯的决赛当中 所以说呢 在棋界这个时候会给他更多的一些关注 谢赫这位棋手本身呢 他是有一种非常超脱的气质 在这一点上呢 跟李昌浩九段是非常的相似 而且呢 对于韩国棋手李世世来说呢 他公开的在场合的上面说 在中国当中最怕的这个棋手呢 就是谢赫 其实呢 是因为谢赫也是在棋局 在对局的时候呢 面部表情非常的淡定 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淡然呢 在棋界呢 或者说是新闻媒体当中 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淡定歌 正因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冷静的棋手 所以对于李世世来说呢 李世世的风格是非常敏锐 然后非常的积极的这样一个棋手 但有些时候呢 他很就是很狡猾 他会去在对局的时候捕捉对手的一些表情 从而去判断这个形式究竟是怎么样 但是当他面对谢赫这样一个冷静的棋手的时候 他就会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这也许呢 这也许呢也是他觉得谢赫是他的一个比较难以去获胜的一位对手的原因吧 谢赫本身他的风格呢 应该说是也是属于很有力量的一位棋手 但是他的这个力量呢 又跟古力的这种大力是另外的一个不同 他的力量是在应该说他有一种说法呢 是叫怪力 就是形容他棋风当中的这种力量 怪力的意思呢 就是说在一些我们都想象不到的时候 他会突然的去发力 但是往往这种时候是他已经之前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这么一发力的话呢 往往这个会效果会非常的好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一有这样的一种美称当中 面对此时的这个局面 即使再有力量的话呢 面对现实的情况 黑棋如果说想要对白棋进行一个强有力的进攻 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接着看 实战呢 白棋把这个子给提掉了 黑棋冲过来 这冲的一方面是强调白棋的眼位问题 同时呢 从这个方向走过来 也是在阻断白棋连回家的路 这手技也是很关键的 但是如果此时黑棋选择走左边的话呢 右边被白棋长一个 黑棋得补 然后诸如此类的再靠 基本上呢 黑棋就等于让对方活在了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当中 那如果再看这手棋 就感觉很落空了 而且是在一个价值非常小的地方去花一手棋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 黑棋其实当时呢 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局面 并不是特别好 对黑白棋下一个狠手 所以相对来说呢 还是要去走一点 有实质性意义的棋 实战呢 白棋拐一个 白棋的棋型呢 应该说掌握的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呢 在这样一个局面当中 我们首要去低杆 大概都是会在飞的位置 因为这样毕竟会跑得比较快一点 但是呢 从棋型上的角度上来说呢 这一飞 首先给了黑棋这个冲 然后再一次这样的选择 然后黑棋依然可以从这一袋飞过来 把白棋给切断 所以呢 白棋就是说一手棋不可能连回家的情况呢 就首先要去考虑的是 如何把自己的形状走好 实战白棋拐一个 很扎实 如果黑的往这一袋走的话呢 白棋再靠 那这样的话 白棋这个形状呢 就会逐渐的使得自己变得更加的有弹性 所以黑棋小尖从这个形状上来说 本身是一个灭掉对方眼位的 一个比较严厉的手段 但是呢 同时也给了白棋这样一个靠一个的机会 白棋靠完了之后再一跳 这块棋就下到这里呢 就很有这个连回家的一个眉目了 如果黑棋实战选择斑的话呢 白棋就虎 假如黑棋连搬 白棋就打吃 这样白棋虎过来 首先黑棋不能长 因为长的话呢 被白棋从这夹扫 长一个 再打吃 打吃对于黑棋来说挺难受的 很想吃 但是被白棋提了 如果你提的话呢 我再打上来 这个截白棋在外围继续的找截 如果说接住在被白的一截的话 黑棋又不能从这断 所以对于黑棋来说呢 这个蓝搬不成立 那么靠一个 靠一个的话呢 白棋搬 这个依然是不能搬的 因为这个棋被打了一吃 退过来 白棋也退 然后黑的断上去 从这截手来看呢 黑棋虽然是在近期可能的 想把白棋给断开 但是呢 白棋在这过程当中呢 也使得自己的眼味越加的丰富了 那白棋打吃完跟黑棋 尝一个交换之后呢 白棋再冷静的往回团了一步 这样呢 白棋这个地方有个后手眼 这有一个后手眼 这里呢 也有一个后手眼 俗话说三眼两坐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呢 而且外围这以后打了一跳 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出逃的可能性 所以黑棋现在要想继续的进攻 白棋是不太现实了 毕竟人家已经把这个几个眼呢 几个有可能形成铁眼的棋呢 已经先走了出来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 体进攻来看的话 黑棋是以失败告终了 所以呢 这么看起来的话 当初黑棋选择的这样一个后手 来进攻白棋 这么一个总的策略来看 应该算是落空了 因为毕竟白棋是已经先前 获得了比较多的一个实地 那么现在黑棋怎么办呢 白棋补一个 黑棋把这个拐了下来 这么看的话呢 即使黑棋再怎么不愿意去承认 这个进攻失败 那么从这手棋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黑棋还是得回归现实 既然在这个进攻当中没有获利 那么还是得回到木树上面的问题了 白棋是选择了补在这 这样呢 黑棋长一个 白棋就贴 本身而言呢 我们也从进程上能够看得出来 黑棋在实地上面是 跟白棋已经拉开了一定的差距 所以对于黑棋来说是 只有加快这个追赶的步伐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实战黑棋是选择了搬一个 这个搬呢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手 因为当黑棋一搬的时候 白棋就选择脱先了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白棋能够选择脱先的话 黑棋的这个搬 肯定是一个大疑问 黑棋的误算在哪呢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可以给大家摆一下 这个变化图就是 如果黑棋接住 白棋挡 黑棋接 白棋这个时候注意 是不能接在这儿的 因为呢 此时黑棋可以先搬一下 跟猴一个交换 然后再接 如果白的尖在这儿的话呢 黑棋有一般 很明显的如果吃一个 被黑棋扑进来是开截了 如果团的话呢 黑棋点进来 依然是一个截针 所以说呢 尽管如此 白棋可以非常冷静的 在这儿吼一个 这一吼呢 由于中间空出了两口气 所以说 白棋这个眼味做的是非常的好 如果黑棋要点进来的话呢 白棋小尖 这接下来的气就非常简单了 大家可以自己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算一下 是黑棋卖一气 黑棋的失误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看见 白棋的这个档 那回过头来 可能会有棋有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在最初 当黑棋 选择拐这个时候 白棋不就可以脱先吗 因为即使这样的话 黑棋也只能接住 当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搬 白棋依然是可以选择 刚才那个图还原 但是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此时呢 黑棋不会选择搬这个 而是要拖在这儿 这个拖呢 其实就这个局部本身而言 依然是没棋的 但是呢 黑棋要强调的是左下角 就是通过这一拖 白棋挡住 黑棋接住 然后搬 黑的再搬 黑棋接 黑棋接 白棋为了吃黑棋的话 得虎一个 这样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黑棋在收器的过程当中 这个接就变成了先手 因为我们看 如果说白棋脱先 黑棋一猴 白棋搬 黑棋挤上来 这样白棋收器 黑棋一吃 是一个打结 所以说呢 白棋在补这个上边的时候呢 黑棋由于这个位置 多了一手棋 可以从这儿跳进来 这样呢 就彻底的威胁到了 白棋左下角的死活问题了 所以这是当初呢 黑棋拐一个 白棋要补的原因 那么实战呢 黑棋的拐跟白棋 断一个 进行了交换之后 黑棋 黑棋再想在这个地方搬一个的话呢 这个图就不可能再形成刚才的结果了 因为这样黑棋顶多是在虎一个地方有先手 那么能够虎到这之后也就只能选择大飞这样的手段 那么这个大飞呢 实际上只是一个关子角度上面的便宜 并不能够威胁到白棋左下角的死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黑棋的这个斑的话是一步大还手 实战呢 白棋也是非常机敏的选择了拖先 白棋先在下面拐一下 可以去搬交换 又加了一下 这个加呢 虽然看上去是损路的 但是呢 能够强调这以后接住之类的先手 可能跟外围呢 会有一点区别 接着白棋 把这个贴了过来 这个贴本身是有很大的木属价值的 如果被黑棋从这一带飞过来的话呢 白棋这边其实是想要又面临着补齐的问题 不过呢 当白棋把这个加完之后 这个团变成了先手 以后呢 从这个地方有一靠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涉及到这个死活问题的话 黑棋有可能非常狠地从这个地方挤上去 这样呢强调的是白棋在这边做的是一个后手眼 这个地方呢 也大概只能选择并一个下法 所以说呢 白棋 现在 从这儿贴过来呢 一方面是使得自己 变得更强 同时也是带着一定的木属 白棋一贴 黑棋 黑棋实战呢 可以说现在的局势 无论是从木属上 还是从进程上去判断的话 都是白棋有力的一个局面了 而且我们之所以那么斩钉截铁的判断 黑棋当初的这个扳是一步大还手 还可以从黑棋下面的这个扳能够判断出来 因为实战呢 当黑棋扳了之后 白棋选择拖先 黑棋依然没有手段从这接出来 最后呢 是非常无奈的用这个扳跟黑棋 白棋拐吃交换 那这么看上去的话 就等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黑棋完全可以去上面走大厂 或者走有木的棋 但是这个时候 黑棋往这个二路上面放了一个子 其实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 黑棋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计算上面的失误了 在原本就不是特别有力的情况下 在落上这么一个后手 可想而知黑棋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 大飞过来 白棋从这跳 因为如果黑棋在在这个地方走一手的话 中府的潜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可观 所以白棋要出头 那么黑棋其实走在这呢 它是有预谋的 在这个局部 黑棋有扳一个的手段 如果说白棋吃的话呢 黑的就退回来 这样等于在关子阶段呢 黑棋是先手的把这个能扳掉 这样判断下来的话呢 白棋觉得反倒是不如让黑的在局部去做活 这样呢黑棋做活的同时呢 也使得自己外围的这个子受损 同时白棋获得了一个先手 那么所以在这种小细节上面呢 高手的判断是非常的准确的 有些时候并不是只有这样的一种下法 以为黑棋搬一个 白棋是要牢牢的把自己的控守住 那么我们通过判断就可以知道 实际上呢 如果说白棋吃 黑棋退 白棋在脚上获得木数 可以很清楚的数出来 14木 15 16 17木棋 17木棋 如果说被黑棋这样走过来 这样一个 这以后可能要少掉18木 黑棋呢 为了123455木棋左右 那么就是23木棋的价值 23木呢 换来了一个先手 而且呢 刚才呢 黑棋从这走过来的话 大概有3木 所以说应该算是20木 现在白棋这一带呢 也有两木棋 18木棋 换来一个先手 能够从这个位置加过来 白棋的判断是非常的准确的 然后黑的靠一个 对于黑棋来说是此时没有太多的选择 肯定得先把这两个字跑出来再说了 黑棋长 靠一个 白棋接着贴 白棋呢 也是通过从这逼过来呢 进攻黑棋 然后顺势的把自己的子力蔓延到了中府 这样呢 就是非常自然的破坏掉了黑棋中府的一个潜力 这才是这个下棋当中的最高的一种策略 可以说这盘棋长号九段从开局到现在 一直都是把握住了一个非常好的节奏 不紧不慢呢 在跟着黑棋走棋 然后呢 也是判断了非常的清晰 实战 黑棋搬一个白棋继续的把这个头长出来 这个下法也是相当的冷静 如果说就这个情况而言 白棋很想跳一个 毕竟是更快的把这个头走了出来 但是由于这个地方黑棋小尖是先手 所以如果说被黑棋小尖到的话呢 这个袜粘就很明显了 那白棋这种错误呢 是不会犯的 实战呢 黑棋小尖 白的是先在这个接的位置交换了一下 黑棋也是尽可能的把这个木树最大化 但是呢 拐到这呢 肯定是不如虎到这儿的这个味道会更好一些 之后呢 再把这个虎回来 白棋虎了之后呢 黑棋小尖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飞的话 被白棋压一下之后尝到这儿 嗯 然后再拐的话是能够把黑棋这四个子吃掉 也就是说如果黑棋要贪这个多两木棋的话 被白棋压变成了先手 得不偿失 因为呢 实战白棋压这个 此时呢 黑棋是对于这个局部而言可以脱先 白棋飞的话 黑棋有冲断 紧接着黑棋飞一个 现在这个局势只要是白棋不出大的问题的话 获胜是 应该说是 在白棋的这个掌握之中了 接触 拐回来 无论再怎么样呢 先要把这个实质性的木树先给守住 而且现在全盘白棋也没有明显的薄弱的地方 所以说黑棋想要去通过冲击白棋获得利益也不现实 那么对于黑棋来说掌控的地方也就只有这个中府 左边这边还有这个地方有一些虚控了 所以白棋虎 白棋其实下的是非常的稳定 因为呢黑棋这小间其实从收关的角度上来说是一个关子 同时也是在瞄着白棋这一块棋的死活问题 因为呢这小间使得刚才白棋虎一个的这个后手眼呢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白棋虎出来 黑的长 贴 再顶 白棋呢完全都是在选择一个尽快做活的走法 同时呢其实白棋也是带着一定的木树的 这对于黑棋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既没有从攻击中获得明显的利益 同时还反而被白棋是这样带着木树去做活了 实际上呢白棋打吃一个 跟黑棋提交换 然后呢再把这个断上来 这样呢白棋这个木树是又长了一二三四母棋强 而且使得这块棋呢彻底的做活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黑棋似乎是现在的这个局面是非常吃紧了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看一看黑棋究竟有没有什么逆转的可能性呢 那么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棋职的进程吧 好的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说到白棋断上去 那么看一下黑棋有没有可能逆转呢 实战黑棋是选择了分一个 先收关 白棋接住交换 然后在上面又挡了一下 这个点是黑棋的权利 以后呢可以考虑从这斑粘呢就变成了先手 当然这个先手呢只是在当时的如果说是小关子的阶段呢 可以是在一个木树的这个范围内呢是先手 但不是决心 斑 斑的意思呢就是下一步的这个连斑 因为白棋是弃紧的如果这个时候白棋把这个接回来呢 黑棋就是先手的度过 所以白棋实战在判断了木树之后呢 也是非常清楚的选择了这个打吃 那就是说呢黑棋吃的时候白棋是要从这提掉的 实战呢黑棋暂时 白棋在这个做活之前呢先跟这个团进行了交换 如果黑棋脱线这被白棋尝完了一冲的话呢 黑棋这个整块棋的气就是杀不过白棋 所以白棋团是先手 然后呢再把这个吃过来 黑的先点一下 点一下的意思就是要确定这个打吃的先手 然后呢再从这吃过来 吃到这呢要比吃这个好一点 因为白棋提的时候呢黑棋还是只能提到这 但吃到这如果说白棋实战呢也是提 那么黑棋是可以选择吃在这 这样的话是木树稍微好一点 白棋的判断是非常的准确 这个时候一提 那么也就是黑棋当初呢先吃一下防止白棋一手棋连回 白棋把这个中间的木树转移到了右边 黑棋本身可以一手棋连回的这个1234565棋被白棋破掉了 同时这个地方还存在着大飞之类的手段 黑棋这个转换并不一定便宜 但是作为劣势的一方呢 这是黑棋拼命当中的一种选择 然后黑棋加过来灭掉白棋的眼味 好在呢白棋之前已经计算的非常的清楚了 就是此时呢有这一飞 黑棋冲的时候白棋有这一挤 黑棋只能接住 这样呢白棋就可以在下面做出来一个眼 在这个方面呢白棋是不能出错误的 白棋再提 这样呢黑棋就是刚才的这一打呢就便宜了 因为本身如果黑棋挡白棋可以一手连回 现在白棋只能提 从这样一个小意义上来说 黑棋是便宜了 那就这个局部手段来说呢 值得我们学习 虽然不管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这样呢黑棋挡跟白棋粘住交换是 黑棋的先手权利 实战呢黑棋先没走 黑的打吃白棋接上 然后爬一个收关 白棋把这个飞掉 然后搬一个 这个搬呢实际上是白棋蓄谋已久的一个下法 因为现在呢基本上这块棋已经是安定了 那么黑棋没有在有其他的地方能够把白棋继续的占便宜 所以呢现在白棋这个虎呢是存在着之后的一个打结 也可以说黑棋在之前把能够有找到结材的地方呢都已经交换掉了 对于这个局部而言现在黑的只有这个一枚本身结材 所以此时呢白棋是信心十足的搬了上来 其实从木树而言的话白棋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的局面了 但是对于高手来说呢其实从这个心理上面其实是非常想的想是彻底的击块击溃对手 其实李适时呢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 有些时候他的棋已经赢了但是他会挑最狠的去下 当然这个最狠的下法呢一定是在他自己的计算范围内 由他来掌控这样的话每一次都能够下出最狠的棋 把对方欺负到一个最窘迫的一种地步 这样的话呢对手以后再见到李适时 从心理上面就会对他有一种害怕的这种心理压力 实际上呢白棋这个下法也是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想法 黑的一跳 白棋接一下 然后走过来 开截 这是白棋蓄谋已久的一个截了 本身而言这个截的价值呢肯定是黑棋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但是从心理上面的角度来说白棋本身优势完全没有理由再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呢只要是在白棋的掌控当中呢就另当别论了 提掉 搬一个 拖鲜的话被白棋点死了 截住 然后黑棋找截 黑棋呢由于全盘没有太合适的截裁了 这个地方搬一个的话呢 白棋挡住 本身来说其实是具有损截的意义 而且白棋有可能拖鲜 如果说黑棋只能退的话 白棋立上去 那么这个脚步白棋是可以做活的 那么如果说黑棋只能吃掉这几个子 跟白棋把这整块吃掉的话 这个价值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所以黑棋利用本身截裁跟白棋开解 白棋此时接住呢是一种妥协的方式 黑棋顶完了一顶局部可以做活 但是呢白棋此时呢是已经彻底的决定在下狠手 把这个棋将对方呢一举的击溃 从这个点上面来说 白棋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对于这个截来说 因为这一点本身是目数亏损的 但是只要截才能够打赢的话 就没问题 然后白棋是在哪里找了一枚截才呢 白棋实战是 把这个提掉 然后是打吃了一枚 这个肯定是白棋的截才 此时呢黑棋挡住白棋判断的非常的清楚 把这个接住 黑棋吃掉这个木树不能够跟上边相抗衡 所以说呢最后当白棋决定买这个消结了之后呢 黑棋呢也就投子认负了 总体来看这盘棋呢 长号从一开始就掌控了大局 黑棋两个地方呢 获得的后势并不能够充分的发挥 使得实地上面一直拉开了差距 再之后呢是这步棋一步大还手 使得局势更加的不利 那么白棋是通过自己优越的一个大局观和精准的判断 把优势呢一直保持到了盛势 好的 那么今天的棋局呢也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